大家好,欢迎来到龙儿美食 香蕉这样吃,不用管住嘴,迈开腿 依然可以做自己想要的样子 今天就用香蕉来给大家分享一道食谱 做法简单,省钱又管用 首先我们准备一根香蕉 说到香蕉,大家都不陌生 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 一般情况下,准备一根香蕉就可以了 如果食量比较大,那么可以准备两根 香蕉尽量选择成熟度比较高一点的香蕉 首先把香蕉的外皮去掉 接着切成片 香蕉含有特别丰富的闪食纤维 吃起来软糯香甜 除此之外,它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B组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 以及其他微量元素 经常吃香蕉对人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香蕉所含的热量是每100克就是三大卡 很多朋友在吃香蕉的时候都喜欢沾上一点蜂蜜来进行食用 蜂蜜含有大量的糖 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 所以不建议大家用香蕉沾取蜂蜜来吃 偶尔吃一下还是可以的 切成这个厚度的薄片就可以 接着把它依次摆放入盘子里面 装好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酸奶 很多朋友在选择酸奶的时候都会遇到误区 甚至有些朋友不知道酸奶到底是哪一种 有时候就会搞混了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把乳酸菌饮品当作是酸奶了 其实并不是的 乳酸菌饮品它只是一种饮品而已 那么怎么来判断呢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配料表 像这种乳酸菌饮品 它的配料表里面含量最多的就是水分 然后是白砂糖等等 而我们的酸奶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可以看到很明显它里面的配料是生牛乳 以及其他的白砂糖等等 像这样的呢才是酸奶 因此大家在购买的过程中一定要认清楚了 它们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并且喝起来呢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像乳酸菌饮品 它喝起来就像饮料一样 而酸奶它是一种比较粘稠的 有点像豆腐花的样子 是用纯牛奶发酵而成的 并且喝起来非常的好喝又简腻 我们在酸奶上面剪上一个口子 然后把酸奶均匀的倒在香蕉片上 接着用勺子搅拌搅拌 让每一块香蕉表面都均匀的裹上酸奶 搅拌成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了 如果想要口感更好 我们可以搅拌好之后 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半个小时 那样吃起来冰冰爽爽的 更加可口 好吃又解腻 香蕉搭配上酸奶这样来吃 口感非常的棒 软糯香甜 还带有浓浓的酸奶香气 并且这样做出来热量非常的低 除此之外 对于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朋友来说 也非常的有好处 别说是大人了 就连小孩都非常喜欢吃哦 这样做出来不仅大人可以吃 小孩也可以吃 其实就和我们的水果沙拉有点像 而加上酸奶 比加上沙纳酱拌出来的水果要好吃多了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早上来当做早餐食用 也可以放到晚餐来食用 香蕉具有很强的饱腹感 如果放到晚餐食用的话 那么就可以不用再吃其他东西了 具有很强的饱腹感 并且呢既解馋又好吃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